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个问题是地球何时有下雨? 这是一个一点都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如果你问地球何时下雨 就是地球的水循环何时开始 那你就要想那些水在哪里来呢? 究竟是在海面上还是在天空上呢? 如果只在海上没有对的大气成分或天气条件 那你就没有形成那些用水形成的云 那些水气 然后就是如果你的雨落伏离的时候 下面还是完全是一个熔岩的时候 那究竟是一件什么一回事呢? 你可能甚至是问到究竟是有下雨还是有地壳呢? 那这个是成为了整个地球物理学 甚至乎地质学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谜 那我们其中就是只能够透过一些地质的研究 就去尝试为我们地球上究竟何时下了第一滴H2O的雨水 那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些上限 那譬如你说由我们地球上面 可以找到最早的一批地壳 如果你有了最早的一批地壳 你都会预期得到 那时候应该也是海洋和天气的了 那我们一般以往的想法就是大约30-40亿年左右 中间的误差范围可以以亿年去计算也不奇怪 你不可以说到38亿正负10万年 就说不到这样的 现在也是在说30-40亿年 但是今天特意要拿这个题目说 我当然是有新的发现 就是说现在我们想像应该可以再提前一些 甚至乎是40多亿年 这便会很惊讶 大家如果想想 我们的太阳我们预设是50亿岁 地球形成就比太阳形成迟一些 可能迟几亿年 我们就会说地球可能都是46亿岁左右 如果我们说第一滴雨水都已经是40多亿年 即是说其实地球形成 不久就已经有地壳 已经有海洋 以及已经会下雨了 已经有天气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发现 其实我觉得挺惊讶 挺值得介绍 以及究竟科学家用了什麽方法 就可以定到这个结论 都值得去介绍 我们可以用火星比较 火星是没有大气的 它有很薄的大气 如果它那里有水的话 那是否会散掉太空的? 是的 我们也讨论过 就是说火星上面 明明应该会有很多的水气 但为什麽最后散掉了? 我们依然科学新知也有介绍过这些题目 现在还有一些理论去试试解释 但很肯定的是在今时今日的火星研究 我们很肯定火星曾几何时有海洋 那海洋还有跟我们一样是水的海洋 不是其他液体的海洋 但只不过这些水上去大气道之后 就不是下来 它走了的就多过下雨 下去它本身的地壳 有几个原因的可能是万有引力不够 亦都是因为它的轨道本身 就是更加造就到很多有利 一些气体离开去大气的条件 那你有看到 在整个太阳系里面 如果你说是一些有硬地壳的这些行星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我给你尽量的小行星 其实真的只有金星和地球 有个浓厚的大气 其他一些也留不住大气 可以推论就是这个时间有雨 即是这个时间应该有地壳和大气层 照计是 你下雨一定是有密度比较高的大气 照计是火星曾经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研究 是为何要在水晶内找到的呢? 这里很有趣 如果是熟水晶的朋友 我一说你就知道这一块 就不可以叫水晶 那么简单 它是构石 它是构石 它其实是一种结晶 构石也是由构 如果是结成这种 好像蒸石那种状态 它是构石再加一些矽 一个叫做 Silicon 是的,Silicon 或者叫做矽酸构 一个这样的字 在哪里找到这种构石结构呢? 其实在地球上有很多地方找到的 但由于这种构石 很多时候都是牵涉到一些 比较原始的地质 所以在地球上 你问最原始的地质 而不是藏在很底 是可以让我们在地面上找到的呢? 有好几个地方 我记得以前说 如果你说加拿大的东北部 都会有一些的岩石 似乎是很原始的火成岩 但是如果你说尋寶 去找那些原始的尋植物 那些微生物化石 西澳洲是其中一个 这次这个构石的样本 又是在西澳洲那里找到出来 其实纯属地质的因素 就令到有一些很第一代的 那些这样的岩 它就不是藏在底了 它就会是 推了上来 那就好看你的地质研究入面 去考证 那里曾经有什么地学运动 让我可以找到 一些很原始的样本的岩石 否则你说 如果像我们这些香港 这些地方 我们就是 一路向下挖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 一路越挖越深 就是历史越来越早的时间 往往就是越早的东西 就一定是藏得越底 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好的地质知识的时候 这班地质学家 就懂得在西澳洲的地方 找到这些原始的岩石寒跡 那它就找到里面那种构石的成分 在这个构石里面 它是会藏 即在这个精石形成的时候 有时它会藏一些雨水 我们很多时候是希望 你说玩石的人 玩珠宝 玩石的人 很喜欢是找些完美无瑕的东西 但是如果往往这些精石形成的时候 如果入别中间 能够成功藏的东西 有些杂质在那里 反而你做这些地质研究人 是更开心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一个史前的框路 在里面 你可以化验它的DNA 可以验到很多东西 但是它的地质在44亿年 是否假设当时 这个雨水落下来的时候 就被一些东西藏了 是 接着就保留到现在 是的 然后你还可以问 我怎知道你藏到的是什么水 那些水 你怎知道它是海水还是雨水 我觉得这班地球科学家 想到这些软件 我觉得真的挺好 我一直看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又学到新的东西 原来它们去找这个枸石中间 这滴水 当它在研究中 究竟是咸水还是淡水 发觉似乎是淡水 它形成的时候 它并不是真的有枸石形成 刚好又滴雨水滴下来 就像你包水鸿一样 它并不是这样的图像 就是往往这些由天上下来的淡水 它会沿着地底 就变成地下水 的而且确我们现在看到地下水 往往是由原本天上的淡水滲了下来 有时地下井水就是这样的 甚至乎不是地下水 而是地下河 这是我们已知有存在的一些地质现象 这些这样的天上下来 由原本是属于雨水的淡水 它在地质慢慢滲了下面的时候 在下面刚刚有一些蒸石形成的时候 这样就包住了 即是它可能这个蒸石形成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地下水很丰富的环境 这样形成就包住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多咸有多淡 你看看里面溶了多少盐 你大概会知道 你可以用很少的样本 你已经知道浓度是多高 而有一件更有趣的就是 原来我们凭着我们对于一些 地球上的元素的认识 我们可以分到那一滴水是来自天 还是来自海的 就不一定需要用到它的盐度去分 其中一个就是要用到 它的水分子里的氧 一些同位数的比例 这里又要讲一点深入的东西 台长你还记得同位数的概念 例如一粒氧 有些氧是会比较重的 有些氧是会比较轻的 有些氧是会比较轻的 是的 氧是我们经常说的 那些重氧 那些用来做核聚变的 也是同位数来的 氧其实很多元素都会有 一些轻一点或重一点的 同位数的变化 它们可能是由不同的机制 去形成残留下来的 比如说氧 你可以数一下元素周期表 是第八个 如果是元素周期表 我们称为第六组 它是第八个元素 它里面的第八个元素 就照计有八粒的质子 和八粒的宗子 它也有另外的版本 就是有八粒的质子 但有十粒的宗子 就是另一种同位数 而很有趣的是在核子物理上 我们的认识就是 无论这个叫做氧十六 或是氧十八的这两种同位数 都是很稳定的 即是一旦形成 就不会再进行什么核反应 变成其他东西了 所以我们会找找 所以地球上的水 既可以很稳定地 就是含有氧十六的水 或者是由氧十八的水 如果听到的数字 台长你猜一下 氧十六更重还是氧十八更重 那当然是氧十八更重 是的 多两粒质子 多两粒质子 即是如果整个海洋里面 我不要理会是否是海洋 你放一些水 让太阳曬着它 里面是既拌着氧十六 和氧十八的水分子 出来也是H2O 但里面有些是用不同位数去形成 你放太阳在上面 去蒸发它的时候 哪些容易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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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比较轻一点 对 比较轻一点 便比较容易气化 所以这里就给予了个分别 大家都知道的 之所以下雨就是有太阳 将水蒸上来 太阳是比较有能力 将氧十六的水蒸上来 所以那里下雨劲 那些雨水多的时候 里面那堆水 氧十六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是凭着氧十六和氧十八的比例 我们知道那些水原本是 处身于海洋的水 还是天上来的雨水 其实现在是 我们真的会拿在海水抽样本 看看里面氧十六和氧十八的比例 你会发觉氧十八的比例偏高 重的东西留下的 但是如果在地球高位度 或者下雨劲的地方 或者打风劲的地方 你会发觉那里的水 氧十六都会增加了 譬如香港如果经常打风 你在打风打得很厉害的时候 你会发觉连海水都会淡了 因为很多雨下来 很多淡水下来 就是海水的咸淡浓度 甚至影响到你在鱼排鱼排的收成 你再拿水样本来量一下氧十六和氧十八比例 你会发觉氧十六更多了 因为是雨水更多了 所以在地质学上 这种比较里面 一含水的样本里面 氧十八的比例是偏高还是偏低 就帮我们决定到它究竟是海水还是雨水 这次亦是一样的 它发觉藏在西澳洲枸石样本里面的淡水 氧十六是偏高的 或者反过来 氧十八的比例是比我们想像中偏低 而且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预期那里是很丰富的雨水 甚至淡水 而且再由枸石本身的元素 去做它的定年 我们就知道这个枸石是四十几亿年前 而它在四十几亿年前的枸石藏住了当时的雨水 那么我们就结论到 这滴雨水就是四十几亿年前的雨水 那水是落下来在地面呢 那除了雨之外 会不会有可能是 瑞星也会掉下来的? 那你也可以这样说 那时候有很大的撞击 是带来了额外的水分 而且这些这样的场景 很多时候是在地球最初形成的时候 更加可能发生 因为整个太阳系的星云 最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松散 和很多东西飞来飞去 乱七八糟的 所以但这里不是主要去考证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这么说 就是在想地球上 那些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分 是会存在呢? 其实如果大家很记性 我们在几个月前都曾经做过一集 就是有人提出一个新学说 就是说其实不需要水星带水下来 地球上已经有能力 将原先有的水留得住 结果就有这么多水流了 所以究竟地球的海洋 为什么有这么多水 如何来呢? 现在还未有一个完全的定论 有一些主流学说 而且有些人都比较倾向相信 就是需要有一个卫星带水下来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告石例子里面 集中想看看 就是说我不理会这些水是怎样来的 总之我第一滴淡水的雨水是怎样来的 就由这里可以给出这个证据 那有水是和生命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液态水对生命起源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断定 就是说地球上第一个生命形态 都是需要在一些海底的火山 有一个对流活动 就可以令到很多不同的有机化合物去拼下拼下 拼出一个形成生命的条件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将地球上有雨水和有地壳 我们就更加多个理由去相信 就是为何我们地球上 是比较偏早的时间都好像有生命在 因为我们已经比较确认到地球上 有更加长时间可以适合有液态水 然后也有一个比较想像 一种长时间去酝酿生命形成的条件 在这里出现了 好,我们只能结束下一节就回来 嗯 神秘的夜第一节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见面 今天会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嗯? 话说在几个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一个女人 站起来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旁边的人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说 其实女人可能是没有说谎的 就是说 坐在旁边的一个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几圖,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即是可能有一天 观众在看的呢 就并不是我和阿几圖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做节目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在追着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你追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圖 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呢 就有人假扮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 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 按一下 跟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我和阿几圖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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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